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焦点视频 今天我们录影是2月23日上午的时段 因为跟斯文宁老师录影 不如把握这个机会吧 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 李龙基先生和他的未婚妻Chris 又再成为流量密码 大家很多不同的频道都有拍摄的时候 我当然也要再抽一下水 但当然我再表明我的立场 在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上 我觉得没什么很谈论的价值 坦白说一句 除非你不是基哥决定今晚 他的所有的行防动作表演给大家看 我们就很想看了 但如果你说老实说 他们纯粹是一个 这个我那个那个我这个 老实说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兴趣 但是最近有一些戏剧性的事情发生 那就是说 李龙基先生他出出公干的时候 他太太就被这个入警署拘捕了 警方拘捕了 因为他涉嫌六项的罪名 笼统一点的说 就是行使虚假文件 还有就是去擅自去做一些虚假的文件 然后再加上就是预期逗留 预期逗留本身就不是说 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他似乎就是来港的时候 或者逐期的时候 他就是去使用一些的虚假文件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都要再次强调的 任何人犯法 他一定都需要是 接受那个真正他的 法律所负的责任的 不可以纯粹一句说 我爱国的 那就可以抵消的 所以这次就是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因为本身他们的感情 就是全世界都在谈论中的 再加上就是 现在 网民所行使的公义权 似乎得到彰显 所以大家都 怕不断去炒作这件事情 所以刚才也提及到 当然有这样的机会 我就和老师再谈谈谈 但是始终 我们也希望有些养分在里面 所以我想一会儿和老师探讨一下 在命理的角度 又如何再次看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说再次呢? 之前我和老师 都好像拍过两条片 一集是节目 一集是新闻片 就是从命理的角度 呼应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老师就说 好像两个人的运程都一样 之后 炒到满城风雨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那两条片里看 今集 你有时不得不可以否认一些事情 就是命理 面上八字 真是反映到那个人 他所遇到的情况 如果你说之前 Kris 他们所谓的感情风波 又或者所产生的一些话题 而令到他们很麻烦? 哦 sorry 重大的问题 是现在再发生 直接被人抓了 要坐牢 再严重一点 将他遣返回内地 那你说 面上和八字 是否的确反映到这些情况呢? 所以 这个话题 我自己觉得相当有趣 就着这个新闻 可能我自己 我会拍一两条片 用一些媒体 传媒的角度 如何去看这件事 还有可能有些网台 他们成败轻衰 因为我们看到这件事 有些网台 有些网台 就完全一下子炒了粉 那就糟糕了 所以 未来我也会拍这个 但是这次 我先想用老师的角度 去讲一讲 究竟他们两个 似乎 似乎基哥很爱青霞仙子 青霞仙子 也似乎 对他 对基哥 又有欺骗 又有爱的成分 始终一天 青霞仙子 还没出来 去完全作一个澄清 我是一个很坏的女人 之前大家都纯粹用花生的角度去炒 两个既然可能都有他们自己的爱 又或者他们以前曾经的过失 这件事 我想问一下老师 真的 出来都可以结婚 那就视乎结婚的地点是在哪里 在你的看法 你的预测 你又觉得 他们两个能不能修成正果 还是 对不起 先不要说正果 原来有很大的问题 是未来还会发生 所以想请教你 嗯 因为你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 如果用面相说 我们就很难分析 因为我没有见到真人 见不到他们的气息 见不到他们 很仔细 细微的一些变化 所以阿麦 你是突然之间说 要拍这段片 就是你每一次 都是带给我们惊喜的 真的 是的 是的 就直接用 就是刚才你一开始说的 那个时辰 就用那个时空盘 去做这个判断 那就是今天的日子 今天就是2月23日 我们刚才说的 是早上10点多的 所以我就会用回 这个致时的盘 去做一个判断 就是看阿基哥这件事件 将来有什么特性 可能会发生的 那就是夹晨年 丙人月 丁致日 月致时 刚才阿麦就提到就是说 你都相信 男女双方都是害对方的 如果用这个局 我就会觉得 是产生了一些尴尬的现象 因为爱中人 就是我们的情感 很有趣的 爱中可以有恨 恨中可以有爱 爱之中可以是一种硬食 爱之中可以是一种无奈 为什么我会用这些形容词呢 因为在这个八字 就确实是出现了一种 硬食 无奈 又分又合的迹象 什么叫又分又合呢 首先我们分析这个八字的特性 我们用丁字日处 来对比这件事 或者直接对应是基哥这个现象 因为我们就着这件事 如果不是因为基哥 我们不会认识它的另一半 所以我们直接代入的丁字就是基哥 这个丁字在这个八字里面 它自己本身丁火坐着一个字火 时尚是字火 月尚是丙火加人木 这个丁火是旺到不可以再旺 整件事就是说 有很多个火 再有一个木 两个木 三个木 一个八字里面 我们看到有七个字都是木火 然后我们看到人神 其实也是半合木局的状态 所以整个八字 其实是一片木火的格局 这片木火的格局 简单来说 是一个偏肤的格局 凡是出现偏肤的格局 它的状态就容易多磨擦 多沙石 所以我们真的看到整件事 我们看到整件事的发生 就是不断不断一次又一次 不同的内容事件是出现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件事 是一片火木的偏肤格局的话 如果说关系状态 确实不太理想 为什么刚才说 爱中有恨 恨中有爱那种硬食呢 就是因为木 确实是会生火 这个是五行相生的关系 但是这种相生 代表着大家的关系 是存在着的 但是这种的相生 是一种不需要的相生 所以关系之中就产生了不协调 多骚扰 一个这么强的木火特性 应该要用连上的神土 这个是一个塞土 帮它润回这个局 但是这个神土 在一片火木之中 也都有半化木的状态之中 希望透过火去生土 透过食伤 透过发挥去解决问题 但是这个解决的成效 并不理想 再加上我们会知道 原来这个人木 和这个智火是大型的 因为我们知道 人身智是三型 所以人智是相型的 这种相型配合人木生炳火 就是一种硬食的状态 所以目前的状态 用这个时空盘体 基哥其实处于一种 相对似是硬食 无可奈何 想去解决这件事 想用钱 或者用不同的方法 去处理这件事 但是无奈 那个效果 都是不太理想的 这个就是这个局的状态 还有就是我们会见到 这个八字里面 看到人木智火加智火 那就是说整个八字里面 有四个位置 三个都是逆马 智智人三者 都是逆马的存在 我们讲感情婚姻 是一种凝聚 是一种在隔离 在一起的状态 不应该出现逆马 因为逆马是一个动状 动就是一种分开分离 人质相迎 还要是带凝动 这种的凝动 就是对应一种分离的迹象 这种分离的迹象 我不是说他们的分手 因为我们在说 会不会是基哥的另一半 清霞仙子 是被遣返内地 又或者将未来的一些月份 有没有一些时间 确实受到金钱 或者官非的困扰 再明显一点 用这个局看 我们会看 未来3月5日 会转入这个经籍的月份 这个是一个丁卯月 这就确实出现了一个 比较麻烦一点的一个变化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丁卯 会见到它是人、卯、神 再一次合成一个更强的木局 就是说这个神土的发挥 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源源泉泉 被这个木制住了 是发挥不了的 因为它由土的能量 变成木的能量 是很强的 所以我们会知道 这个丁卯月 其中一个应验点 就是小心点 有被遣返的情况是发生 然后我们再推 再去要留意的一些月份 就是会去到这个更午 和这个新未月 就是说大约是新历的6月和7月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更午月 我们会见到 第一 甲羹是双冲 这种双冲 会令到这个更金 是被甲羹所反黑 就是说那块木太大 那把斧头太残 已经崩了 一砍到旧木上 那把斧头 反而会断 第一 它是被甲羹所反黑 第二 是强火 人五半合火焗 致五合火焗 所以 丁火去黑这个更金的财星 原本更金就是财星 直接代入去就是基格的另一半 这个另一半是会受到伤害 基格想去继续掌握这个财星 无论是金钱或者是女朋友的关系 都容易出现一些变数 又或者基格的女朋友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位Chris 他根根直接代入去就是他的角色 在这个月份开始 是出现了一些刑伤 一些问题 情绪极大的压力 因为甲羹一冲 那种情绪的波动 失控 走动的变化 是并不理想的 再进入之后 下一个月新历 七月的新美月 我们会见到 丙身合水而不化 合水而不化 这个水是丁火基格的观杀 观杀合而不化 而水是被强火了 另外一个人的感情 就会变成了一些 这种刑伤的压力 和这种情绪的压力 所以就会就住他们的感情 关系 又或者Chris 他本身受到刑伤 官非的状态 是会再次发生 而且是會更加明顯的 所以剛才Mac你問就是說 他們的感情會不會收成正果、結婚 如果用這個時空判去做一個判斷 在接下來大約半年的時間裡面 這樣去做這個判斷的話 相對來說是不太容易 反而是更加多一些不理想的變化 是會出現的 OK 當然我覺得成中在討論這件事 大家密切留意 我覺得始終大家都不是當事人 所以無論大家談得多開心也好 我們應該要關注始終一個人犯了法 他是不是真的接受這個法律的責任呢? 那現在青霞仙子很明顯就是他一定需要負 是不是? 那無論判決是怎樣呢? 那他都是大家密切留意 是不是? 始終我覺得這一件事情上面 就是人的制欲有些事情就是這樣了 他都逃不過他命運的那個劇本的安排 是吧? 那當然我也呼籲如果基哥或者青霞仙子 你們有看到老師這段影片的話 不妨可以在影片資訊欄找回斯文寧老師的聯絡方法 可以問一下他怎樣化解 怎樣解決 我覺得都好的 如果大家仍然有心繼續想在一起的話 OK 那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我有機會再跟老師說一些AdHot的話題 好嗎? 好 拜拜 拜拜 看片的觀眾 你其實對玄學是否很有研究呢? 如果你想把握九運的新時代浪潮 透過你的學識為社會獻出一分力和賺取收入的話 不要再浪費你的天份 照點FMTV主辦的第一屆預測王大賽 堪稱是全香港最全面最公平的玄學術數比賽 第一 題目將會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預測大事 第二種是技術題 而技術題參賽者是可以自由選擇想作答的題目 確保真正公平發揮你的所長 第二 比賽期限歷時八個月 這八個月入面參賽者 預測將會完全公開給評判團和所有觀眾可以看到 絕對不會有任何刻相作業 第三 我們的評判團將會超過十位 而十位都是資深的玄學家 同時也會邀請非玄學家的評論員或分析師成為客席評判團 全面提升理論和數據互動分析的趣味性和可靠性 第一屆預測王大賽 極可能是你踏出成為玄學家的第一步 無論賽果是怎樣 我也先恭喜你 因為你贏了 你贏了全香港觀眾的注意 贏了他們的信心 亦給了一個機會他們去光顧你 記得3月8號公開接受報名 影片留言區有比賽詳情和報名連結 預測王 我們到時見 謝謝你收看我們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讚好我們的影片 同時留言支持我們 最重要的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焦點FMTV 焦點是一個推廣知識共享的綜藝網絡平台 你絕對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己喜歡的內容 影片資訊欄有主播的網站專頁連結和聯絡方法 還可以領取網站免費公開網課 記住名額有限把握機會 看那個照片 我們還是來看看